随意捏造的谣言有多可怕 眼前这个乖巧的女孩 利用高超的技术 辟出了一张大脸男人 还转发到社交平台上 表示自己每晚都会梦到这个男人 希望大家能救救自己 满心期待获得网友的关注 可看着这样一副面孔 女孩也不由得挤背发凉 隔天小美打开手机一看 瞬间惊呆了 帖子下面有数百人转发 纷纷表示同样梦到了这个男人 亲切地称呼他为梦男 就连梦中的场景都一模一样 对方缓缓推门 神情木讷地靠在门上 甚至想要动手动脚 网友纷纷表示 在手上绑上红绳就能避邪 小美抬头一看 路人不约而同全都在手上缠了红绳 眼见网友如此深信她的言论 尽管是哗众取宠 小美还是安安窃喜 就连回到学校 同学们都涌了过来说道 做了一模一样的噩梦 没几天 事情就愈演愈烈 跟风媒体纷纷前来采访女孩 眼见事情越闹越大 女孩并没有承认自己灭造了梦男 反而添油加醋 故意夸大事实 当然 也有理智清醒的大男孩 认为她在捏造谣言 出于正义打算让她说出真相 可一直以来受人漠视的女孩 突然迎来千万网友的关注和关心 她整个人都享受其中 眼看着自己的采访放在电视台 虚荣心几乎已经爆表 又怎会愿意澄清 可女孩万万没想到 这样编造出的谣言 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多大的伤害 你知道梦男吗 就是这么一个宽额头的地中海 可全世界有两千人 都声称自己梦到过她 有的半夜醒来 发现睡在自己身边 有的梦见她成为自己男友 这放昭君身上也怕呀 甚至因为噩梦过于恐怖 有的人大白天出现幻觉 坐在公交车就开始暴动 惊恐的女孩看向车外 成百上千个大汉呲啦啦冲进公交 表示梦男就在附近 一定要找出她 慌乱中 女孩被推下了车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大叔扶起了她 正是女孩的老师 眼看关于梦男的暴动越来越频繁 女孩慌了 马不停蹄向老师坦白一切 梦男只是她捏造的一个假人 自己从没梦到过 是个人都能想到 上千人做同一个梦 根本不可能啊 谁知老师竟让她保持沉默 如果网友得知了真相 下一个攻击的对象一定是女孩 可没过几天 这场虚假的暴乱越来越严重 就连外国人都纷纷表示梦到了梦男 班上的同学连连展示抓痕 声称遭到了梦男的袭击 甚至直接精神崩溃 出现幻觉看见了梦男 她马不停蹄冲到窗边试图逃走 眼看着梦男步步紧逼 同学直接从高楼跃下 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关于梦男的恐慌已经愈演愈烈 甚至有人在运动场上 精神失常 直接干掉了主持人 结束后还一脸正义 表示是梦男的指示 更磨人的是 连女孩的妈妈 都梦见梦男半夜躺在身边 吓得她赶紧绑上红绳 女孩彻底崩溃了 谁能想到 自己随意捏造的谣言 居然能演变成这样糟糕的闹剧 可疯狂的网友们 不顾一切想要找出梦男 居然在大街小巷贴满广告 搜寻她的下落 实在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键盘侠有多可怕 女孩随手发送的谣言帖 居然让这个名叫梦男的人 成为了全球网友的噩梦 甚至有女同学 遭受不住噩梦的摧残 直接从高楼一跃而下 在自杀学生的葬礼上 女孩再也忍不住了 冲出人群大声表示道 梦男根本就是她一手捏造的人 自己从没梦到过 可在场的所有人 没一个相信 就连当初认为 她在造谣的理智男孩 都对梦男的存在深信不疑 认为梦男是来造福全人类的 女孩吓得瞪大双头 连忙找到老是想要求中 可对方神情木讷 一副沉浸在梦男的控制中 葬礼上的最后仪式 所有人都高举手腕上的红绳 似乎在完成某种古怪仪式 女孩健壮下的落荒而逃 可来到大街上 路人却像丧尸一般 毫无人性开始呼呕 女孩只能无力地 从他们身边走过 可下一秒 这也太诡异了 女孩只能找人名警 她寻求帮助 可对方一转身 顶着的也是梦男的脸 甚至举枪就要瞄准女孩 惯性的是 一切都是一场噩梦 女孩醒来了 可更害人的是 女孩的妈妈 居然也顶着梦男的脸 爬在她的身后 殷勤问候 这放昭君身上 估计直接吓晕了 女孩跑向大门 想要逃走 可这是梦中梦 铁门早已被紧紧锁上 她只能眼睁睁 看着梦男渐渐逼近 丝毫动弹不得 等女孩使出 洪荒之力冲出门外 看着屋外的景象 心想说不定这是梦 直接从阳台一跃而下 啪的一声 狠狠砸到了地上 可躺在血泊里的她 浑身疼痛 这分明不是梦 是赤裸裸的现实 等她迈着艰难的双腿 走出病房外 整座城市一片狼藉 这时她看见了 记着红领巾的梦男 大声叫住 你究竟是谁 到底要干什么 可对方却挥舞着手指 义正言辞地表示 这不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吗 人们不顾一切打架斗 混乱的精神市场 全都来自你的潜意识 等到谣言越传越开 没做梦的也会跟风相行 今天的电影梦男就到这里了 不得不说 出言有耻 尤其在网络的庇护下 你永远不知道 随口一句奚落 会不会成为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片血泊